《新年全球atic路》 在台中我們從1月開始到9月中了 持續地發展 每個禮拜我們談到不同的意識 這個禮拜我們要來談論到 暴民印象 你對於暴民的印象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們這個印象 我們今天嘗試透過影像的方面來呈現 也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剛好有一本書 318報名展 這本攝影集 透過影像的作品的方式 我們來了解這場運動 可是哲舞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我也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哲舞是現場的每一個人都要講話 有人第一次來有開始可能是霧上的這一場 為什麼每個人來都要講話 每個人都要講話就是說 你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告訴大家你是誰啊 你來自哪裡啊 你在做什麼啊 或者是說你為什麼今天想要來這一場 為什麼想要來聽聽看318報 你可以 待會可以簡要的談一下說 也許你在這場運動當中 你的位置 你的角色是什麼 還是 或者說你如何來參與它 因為可能不見得 我說了參與這場運動不見得說 叫做我們參與在立法院奏 然後我們在立法院議場 即使是我們在電腦螢幕前面的關係 這就是在參與一場運動 所以待會你也可以談一下 你是怎麼來看這場運動 你怎麼去參與這場運動 簡單啦 不要講太久 一個人10秒鐘這樣 10秒鐘可以講那麼多嗎 可以稍微允許 稍微拉長一點點 沒有關係 那我們從哪邊開始來自我介紹 從裡面來好了 從那個最裡面粗綁這邊開始好不好 來來 雨潭的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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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吃飯嗎 沒問題 10秒鐘 都可以 都可以 每次都一樣 都好 好 大家好 我叫許華邦 許華邦 然後 嗯 我在電台工作 就 國保新聞 然後我怎麼看待這個運動 是我的認知都是從電視上看到的 就是 我是不是說那個時候啊 都是從電視上了絕的 對對 然後現在是那個道歉志工 然後第一次啊 道歉是什麼 喔 導播前進 對 所以 我在現場看到我們很多導播前進來的朋友志工 那 上個禮拜我們也在台中有一場盛大的一個活動 那我覺得大家做得非常的棒 那這個就是參與發之後的一個延續 欸 來 那從裡面啊 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邱大元 我是這個空間 好辦公的工作空間是應用者 然後因為有很多第一次來的朋友可能會覺得很好奇 就是 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是透過這個空間在提供一些可能 各的工作者或是創業家 他們可以在這邊租用一個辦公座位 然後一樓的地方也可以變成是一個活動的場面 那 但其實真正的價值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空間去引入更多 我會為台中引入更多的一些資訊 不論是公民一定的講座 所以一定的講座 或是藝文資訊的講座 然後 同時我們自己也接下來會有一個屬於 就事區的公民提案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然後是要去大眾就事區的一些發展 大家好 我是沛齊 然後跟家園一起進行這個空間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會選在台中的就事區拍這空間 本來故事很長 但是因為我們就落腳在這邊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跟在地相關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剛結束了一個一整個月的就事區的一個策展活動 那接下來就是他剛說的 我們要做一個就事區公民提案的 一整個比較長期的計畫 然後我們每個月會辦一個 每兩個月會辦一次綠川試劑 那上個月 8月的時候剛辦完一次 那我們應該會在10月的最後一週的週末 會在綠川一次辦一個試劑 那他會帶入一些議題在裡面 就不像是一般比較消費性的試劑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鎖定好辦的粉絲專業 或是生活在就成的30天的粉絲專業 謝謝大家 好 都介紹過 好 從這邊 其實好辦這個空間 他們非常的 兩位看到經營者非常年輕 其實希望可以透過我們返鄉的台中青年 開始在這個區域 我們可以嘗試做一點改變這樣子 哈囉 我是阿丁 我是香港來的交換生 就是在東海都北樹這樣子 所以剛到而已 不是 三個星期我也有過來 喔 三個星期也有 對啊 我過來兩個星期而已 好 我叫丁卓啦 我也是跟他一樣是交換生 在東海 東海 然後 我上司機也有來 OK 大家好 我是Tira 我也是香港來的交換生 也是在讀美術走戲的 然後也是第二次來 OK 好 歡迎香港的朋友 我們下禮拜 下下禮拜 10月1號 會有那個台灣的朋友過去支援一下 大家好 我們是那個文化妍出版社的記者 然後我們 對 這是我們的第一本作品 請大家多支持 大家好 我是文化妍 我是文化妍的編輯 然後 欸 就是318這東西呢 他拖了我們出版社非常多的業務 就是 我們出版社在今年3月15號成立 然後18號就發生這種事 然後我們就整天出版社全空 然後全部都翻去裡面住一個月 然後就是業務不白的 然後再來出來就是文化妍 其實不只是你們出版社 318期間齁 是所有的NGO業務也都停擺了一個月以上 來來來自我介紹 呃 大家好我叫吳亦婷 呃 其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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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來 這一場 有來過折五嗎 有 呃 呃 一位上面與男人 然後都認識 所以就 都認識 哇 人家看齁 呃 大家好我是宇君 那今天會來主要是 那個 這周嗎 對 就是一個老前的一個 同學離開了 然後 剛好 他上 那我第一次來台中的時候 我剛好有跟他聊進去 然後 禮拜天他們在府裡的時候 也有跟他碰到你 是不是沒有想到 雖然你是兩面之人 可是 一張 嗯 嗯 走 呃 呃 這幾位 女貪人 就是他們當初 他們當初 當初是為什麼會 想要進去 然後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好 我在 然後 我今天 就是我 今天會來 原因是因為 我知道 三一發案是 我沒有進去立院 是有去330 然後就 然後 想知道就是 在座的 男人 那是為什麼 就是 在裡面看到什麼 還是 有什麼感受 然後 然後 怎麼會 他們會有一個 挖這麼多的虛力啊 然後 在這個 運動上面 這樣 然後甚至把 他們 就放在人生的 滿前面的位置這樣 再想到這一下 謝謝 你好 我是齊欣 我是 搞起來的志工 我一樣也是THU的學生 THU 你要說THU是什麼 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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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的學生 現在 對 現在還在念 法律系 然後 其實我上過 會比老師的課 其實一開始對這種議題 只要我 就有點興趣 我就跟他談了很久 從 華光 或者是台中 那 然後 後來就看到 三立法 就發現 哇 這個政府怎麼 一直在違反我們學的 法律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 主要想要知道說 暴民 在 我們自己的定義 跟 外界人的定義 有什麼不一樣 這暴民 不會不違法 不會啦 不會啦 大家好 我是羅雄 我今天來 關心 畢竟了解一下 暴民這個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鴻 然後 其實對於33年 我的參與度是漸進的 所以一開始可能是 在電腦前面 在電視前面 那之後呢 有機會我就直接到現場去了 那也看到滿多事情 那我今天來是想看 各國人從不同角度看這件事情 他的方法 謝謝 待會兒 因為有一些朋友 你也參與過 你也可以談一下 你當時在場的 你一些心情 或者你有一些什麼想法 甚至說 運動之後 318的這場運動結束之後 你們又有什麼樣的改變 也可以談一談 大家好 我是羅雄 這個 318翻新之後 一直都還滿關切的 所以 今天繼續來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楊君 318的時候 我還滿多朋友 就是有通去現場 那 我自己在台灣 對 大家好 小光 今天是我朋友找我來的 那318的時候 其實我在這盤後面 默默的當打手那樣子 打手是怎麼樣 打手 是幫那個 政府的打手 也是一種打手 我以前是職業軍人 然後我們職業軍人 裡面就是 他們覺得說 這群學生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做 那我就一個人 那天老街長的那樣子 是 政戰的嗎 還是 不是 大家好 我是泰森 然後318的時候 也是跟好幾個同學 上到台北 好幾次 然後又趕回來上課 這樣 好 來 會你幫忙 大家好 我是周文綺 我是很好奇 就是這318過後 這半年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我還是今天就會 講一講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耿毅 然後我今天 我是 來見識一下 什麼叫報名 你也是什麼啊 你幹嘛要見識報名 你自己就是啊 你本身就是要見識 先多長 你是要來見識 什麼是報名 我 我不是報名 現在幹嘛要跟我們 報名切根 可不可以 我現在委員在台下 剛才要切根一下 對不對 他也是首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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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我見了 那我是第二次來 得舞 那這次也是想要再 多了解一些報名的東西 所以過來一聽 這樣 好 我叫佳祖 我這次第二次來 大家好 我叫陳恩行 然後 有一段時間沒來了 然後來聽聽你們六個月前 當報名的 情形跟狀況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楊仁 之前我也有去318的現場 然後感受那種氣氛 什麼樣的氣氛 人 人 人聚在一起的氣氛 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氣氛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跟這裡的氣氛不太一樣 跟這裡的氣氛不太一樣 跟這裡的氣氛不一樣 我們這裡是怎樣 比較 鬆散 他的氣氛 這個氣氛 我們沒有醫療通道 至少有秩序的氣氛 有秩序 有秩序 然後 有那種 就是那種氣氛 就是 那種氣氛就是 然後又對負離線 精神線 然後想聽聽看說 其實他們 這幾位羽灘人 他們如何 就是他們怎麼選擇 用鏡頭 來代表他自己怎麼發生 為什麼 選用這個畫面 來代表當時 他應該用這個畫面 來代表當時那個時段 發生什麼事情 好 OK 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曹粉 然後 我蠻想知道 大概是 比如說攝影的人 或是做錄影的人 大概會在 用什麼樣的出發點後 在這個後座 我們來做這樣的機會 就是 我叫思龍 那我今天會發現 因為我就是 還蠻共和這些報名的 就是 來看一下之前的一些介紹 那你有當報名嗎 我應該還不是 不是衝組 緩衝組 就是 大家好 我是陳依蓮 然後318那時候 我在排到 不是 我在那個 社會系修課 然後 基本上社會系也是 停擺了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 因為都變社運系了 對對對 然後老師說 那時候隔天 然後老師還說 你們來上課幹嘛 幹嘛 趕快去立法院啊 所以那時候就有 算是蠻積極的參與 只要沒事 就去那邊看看 然後也睡過好幾次這樣 什麼什麼 睡過好幾次 睡過好幾次立法院 對啊 然後也有當過 那時候 Open Space 那種主持人 主持人 Open Space 對對對 不過那個有很多個 所以沒有很厲害 然後 對啊 然後之後也有 就是當了公民記者 然後小小的報道一下 對對對 所以你是台中人嗎 我是台中人 現在 對 現在回來了 嗨 好 謝謝 那個我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 Open Space 我講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一個東西 叫市長給問 然後我們會辦一個實體的活動 到時候有興趣來報名我們的志工 我們會做類似Open Space的活動 好 大家好 我是Kerry 那這時候第一次參加折舞 那我覺得就是經由318之後 我身邊改變最大之一 就是很多朋友他們平常本來沒有在關心社會運動啊 因為經過318他們開始慢慢有在那個關心他的社會 還有更清晰的是有幾個六八個朋友他們覺醒了 好 不錯不錯 是你怎樣 你是怎樣 說服他們嗎 那他們就是有去立場參加活動 OK 對然後之前是就是支持麥克 可是他們之後就是覺得 對他們覺醒了 有醒過就好 剛好我身邊 因為曾經參與其中 所以今天要來參加 怎麼樣參與其中 講一下什麼參與其中 去到現場 對是去到現場 在那個外圍嗎 還是 在外圍 沒有沒有見到我這邊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小童 就是 呃 因為 就是上禮拜耶 就是在搞錢在傳統的活動 然後我想說 我只是開發營做飯 也自然是在送天看看一下 你是不是想給我吃 你是搞風車嗎 好 你好 我是 我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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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 最大的影響就是 讓我 被寄很多學功課 謝謝 哈哈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一熙 啊我 9月剛搬來 因為工作的關係 剛搬來台中 然後因為機會就 來到這邊 第一次來哲午 對 他怎麼會知道哲午 麥克風 齁 就是 因為我房子租在附近 在台中工作就對了 對 對 那就是剛好在 經過 情況的時候看到 OK OK 歡迎以後常來 對啊 然後三一八的時候 就是發生了當晚 那我身邊的朋友 有了他 他在柯博管工作 他那一天晚上 他好像 我不知道他怎麼 知道這件事情 他當天晚上 他就從台中交持 他到台北去 那過了幾天 我看到 我另外一個 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我看到Facebook裡面 我想說 我靠 這不是生意法院裡面嗎 其實身邊的人 也漸漸感覺就是 讓我有一種 會想要過去看看 那 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 週末有空的時候 就過去看看 就是 基本上我就是 從外圍 都是從外圍裡面 去看這個過鬥 那 就是想說看看 裡面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樣子 裡面 謝謝 好 好 謝謝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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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冠姐好 我今天第一次來 然後 我覺得說 自從那個 血運爆發以後 我覺得 我們可以聽到 是另外一種聲音的一個 崛起 就是 從被壓抑到 釋放以後 就會持續有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覺得今天來 就是 我可以去慢慢了解說 其實這種聲音裡面 在寒高發其實有很多的面向 不同的 對 就是 聽看那說 大家的表達 對 就是 聽聽看大家說 對於這個事情 不同的看法 比如說像 很像這段節目一樣 大家講什麼 那你就聽什麼 那也沒有意義 其實 因為那個也是 講了以後 那大家也是說 會被有一種類似 洗腦有沒有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向 去了解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面向 你現在是高級 高 高二 高二就對了 對 大家好我是林詩倩 然後 你要講什麼 隨便講 沒關係 對 就是前幾天 會有去參加 上禮拜六對不對 上禮拜六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不是台中人 所以 台中禮拜講說 台中市 我就覺得有點清晰 好 因為在台中辦的啊 那你現在 你是哪裡人 南投 南投 南投市 但是 南投很大 我們內地那麼大 對不對 哈哈 哈哈 這是南投足 才是 要地方特色選擇嗎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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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叫做李怡婷 我本身是 中三一學系的學生 那我 就是 三一八的時候 其實 我 當下就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 半年的時候在電場 他在馬手機就看到 對 那我跟電上去 那我來來揮揮 去了四趟 二十天左右 對 我是物資組的志工 對 那其實 就是 課都沒上了 對 那結束之後 我跟一群 在我們學校也很關心 這些事情的同學 我們現在組了一個社團 那叫哥吉拉社 那 希望未來可以 哥吉拉 你要不要介紹他 為什麼叫哥吉拉社 哥吉拉它本身是一隻 就是 原本是蜥蜜 可是他因為受了蜴蜜蜜蜜蜜 變種了 但他還是用他的能力去守護他的家園 那我們任何我們連個人都是哥吉拉 因為我們在台灣這個不健全的環境下 被塑造成某一個樣子 但我們還是要盡我們的力數一數 去守護我們的家 那樣子 所以我們就取到哥吉拉社 那我會關心就是 所有相關的議題 那我今天來就是想聽聽看 其他的不一樣的角度去看 支持三一八這件事情 非常特別的社團 以後有考慮發幾假幕之類的 會吧 會吧 對對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菲儀 然後現在是高二三五 高二 然後在三一八當時就成功擋下國民黨 跟對岸共產黨的陰謀 然後對民主的進程 民主的進程有大大的改變 然後也喚起了公民益色的台庫 他會是其中之鴨灌 前面那段很像在寫錯 算起幾分 對 那時候才變喚醒啊 不然就是只是一個一般的學生 但是知道也都 這些事情 就越了解就知道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然後就先來聽聽看那個 有參與當中的 人的所見所聞 好 所以後面這段是最重要的 自己覺醒了 然後來看看大家的經驗 希望有機會可以這樣抱怨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哲儒出眾嘉義 就這樣嗎 只有這樣嗎 呃 妳是職工欸 我也在學校部 剛好是小職工營廁 然後今天在檢討考卷的時候 有一題叫做公民不服從 所以本來以為 半捷克可以把考卷檢討完 但是我們就卡在 那公民不服從當中裡面 什麼叫做 違法的公 違法的公開 非暴力 活動 運動這樣子 那其實因為裡面有些選項 我們就開始去討論 當然 必須 通學就可能有時候手機 就拿出來去查 這個事件裡面的一些狀態 那我覺得是今年發生在台灣 所以我就想說 這是一個那麼好的一個例子 而且大家親身在立法院內 我只有到場外去 但是我覺得那個氛圍的感受 是不太一樣 但是在當下 我太能夠跟同學去談 沒有 因為可能是太過直接 所以隔了半年再來一聽 這個各位的分享 我覺得應該是會你們說過 這樣可以嗎 謝謝 謝謝高老師 那個高老師是我們的 也是哲武士高 他是高中的公民老師 他講公民不服從 就是香港講公民抗命 我是曹陽的學生 我沒有進去 就怎樣 進去哪裡 立法院 立法院 好 沒關係 我也是曹陽的學生 然後 其實在318之前 不會特別關注 社會運動這方面 然後在318當天 晚上半夜三四點多 就是他 就開始傳訊息說 怎麼辦我睡不著了 然後我怕 年國旗變中國國旗 之類的 你以為 進去佔領的是中國人嗎 對 為什麼會變中國的國旗 然後 就是後來 又有到現場 所以是一場誤會啦 對 後來到了現場 OK 並不是太久那樣 是擔心就是 萬一這個 古帽過了的話 就變甜了 當時非常害怕 擔心還流淚 連聽著蒙古巧克力的理由 大家可以去聽 超棒的 對 然後後來就經過半年嘛 可是 那時候大家都很熱情啦 在FB發文 然後 可是最近就是 退燒嘛 大家關注都是收水油之類的 然後現在剛好在活動 就想要再重溫那個美好時光 來 前面這邊 大家好 我是麗安 然後我是 動態作用器的學生 然後我是跟她來的 OK 有參與過嗎 但是怎麼樣 好 大家好 畢幸古也是四位公民 然後是因為上次的 新書發表很有感傷 所以這次過來請作者簽名 這是粉絲見面會的概念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秉雲 那自從參與發之後 就是一直很關注這個題目 心裡也很支持 可是真的有機會去場外 其實是330之後的一個禮拜 可是去的時候我們發現 那個現場的氛圍真的很不一樣 就是你會覺得 哇 當你真的人民有意識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強大的 所以今天來這邊就會想要聽聽 那一陣子 那一陣期間到底大家做了什麼事情 那到現在六個月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樣 六個月以後 六個月以後蘇格蘭都封投了 我們還是 就這樣 大家好 我是雅筑 就是如果要說318以前跟以後 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就 嗯 我爸是個 我從大概很國小三年級 他就會跟我講政治的人 先不管他的立場是什麼 可是 所以我對政治會有點興趣 然後上公民課的時候 會很喜歡聽老師說 一些制度上面的 的就是 可是 長久以來我們這年紀的 其實在318年 並不會去表達自己 就是有什麼立場 或者是遇到政治大家都會跳過這樣 然後我覺得318之後是 比較可以去談論 就是我也不可能 好 就算他是其他的顏色 那我覺得也是可以去談論一些議題 那這對整個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都是好的事情 那我318沒有去 我是去330那一天 好330那一天其實 我覺得很多很多台灣 即使去了那麼多人 但很多台灣人還是沒有當到那個現場 如果到那個現場 可能就不會有報名這兩個字 因為去到那個現場就是非常的有秩序 大家都 你可以看到 原來可能台灣原來可以這麼好 那跟 每天電視再播事情是不一樣的 就這樣 好 大家好 我教學會 終於趕上只有我的自我介紹了 所以最期待其實是只有自我介紹 沒有 不是 前面的那個 中獎者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次 第一次在這裡自我介紹 然後 因為318事件之前其實一直都有在關心一些社會議題 但是其實318事件真的是有震驚到 那那一陣子其實是滿痛苦的 因為每天上班晚上半月還要看實況 幾乎 幾乎是不用睡覺 可能很多人都跟你一樣的情況 你可以開始找支持團體 對 然後 所以其實想說今天來聽聽看就是說 當時發生這樣事件的時候在裡面 裡面的情況是怎麼樣 然後可能是在我們螢幕前 或者是在外面沒有辦法瞭解的一些情況 對 然後 還有 欸我是全面霸免的制度 很好 所以 有太多的視頻的話 明天在逢甲有那個 有那個 罷免的活動 所以希望大家來簽署這樣 然後晚上六點鐘 非常好 我們希望各個不同的團體來運用這個 這個社會議 這個委派 來宣傳你的活動 大家好 我叫Claire 我是從318那天 就是從那個 大家穿進去那一刻 就守在電腦前面 對 因為 因為手上這個 家裡還有另外一個大的 那種種種因素我們不可 走不了 對 我們沒辦法去到現場 所以從318之後到一兩個月 就是 火氣很大失眠 然後每天在電腦前 狂轉照片 然後我也是 借家裡大哥的話講 我是看千賢的照片很大的 就是一直在看 就每天立在電腦前面 就不停的轉貼轉貼 告訴大家現在到什麼地方 那你會發現說 你以為你的世界裡面 你很關心這一批 可是你的身體其實還有 在Facebook上面你的很多朋友圈 有很多種不同的圈圈 外面還有很多圈的人士 其實可能不知道 立法院現在的這些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算是很間接很外圍的 但是我希望我也有多少 黑了一小把的力氣 那希望今天來是來看說 我覺得所謂報名 是一個權勢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是要來看 我們等一下把權勢權交回來 用自己的手中 大家好 千賢兄好 我第一次來 我是千賢的同事 我是民報海東的特派員 我現在在廣正一個公民記者 希望大家能不能來參 我是在文化大學 懷疑公民 是在四十年前 那時候我是唯一 不是公民黨的候選人 選上的文化的學校會會長 當然很多事情都發生過 我有差一點被抓緊去 但是後來我終於畢業 我到那時候是台灣 唯一的不是國民黨的報警 就是台灣時報 提供者掉來台中的時候 這三十多年來 我應該都在台中 但是有一陣子 我為了不想在這個 沒有自由的體系下生活 所以我考上了國際領會 我到世界國體環遊 然後今年回來 報社 我跟陳曼璇社長是同學 為了他邀請我們來加入這個 明報的陣容 我們明報的陣容 除了我以外都很優秀 像千選這種年輕都很優秀 也是我的同鄉 我是嘉義人 而且我是228的出難職之父 所以我在4月1號 我自己考驗 跟奧巴射難者 學會一起進去 好像這邊沒有我們的照片 漏掉了 要撿 烙印在我心裡 我希望我減掉五十歲 我今年還是六十六歲 減掉我十六歲 變成你們最年輕 我跟著你們學習 前進 我等一下會把我的手機號碼公佈 0973-086-1962 然後我的Mail就是 什麼一個小A 然後我們是Gmail 希望你們來跟我們共同 把這個到國前進 台灣加油 好 所以待會兒如果有興趣 要參與光明系統的朋友 我們可以找我們這位前輩 好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那名媚 就在這裡 好 來 好 大家好 我叫子毅 跟這位老前輩差一個字而已 對 子毅 我是子毅 剛剛認識他 很開心第一次就坐到一個高人的旁邊 然後 很遺憾他 我那一天沒有成為暴民 然後心裡很疑人的你知道嗎 就卡在那邊 希望還可以再參與一次 對 對 這邊跟大家參與 希望 看看當天暴民的情況 現在也可以啊 你現在就加入那個群霸凌 好 可以 沒問題 好 大家好 我是是周 然後 在那個 在一般 在期間 我就只有在那個電視上面的關係而已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沒關係 自我介紹 講一下 談一下 就對了 我覺得我們老闆 你們有 我們每個人都是老闆 我們每個人都是老闆 有參與到318嗎 有 也是其中的報名 然後 因為有了 跟我同年年 他們是一些技能力者 所以最近心裡態度 是蠻一個人的這樣子 三十幾歲以上 那你為什麼會去參與 我還 還是會有一個 比較 對這裡比較 管復的心 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台中立東高一 然後 我同學是那個 今年高一 高一 高一 你高一高二 你高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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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學生會 是當自治處的處長 然後就是 什麼處 自治處 就是關於學生自治 對 然後就 其實婚禮大也對這個 很有興趣 然後現在今天就是 算是幫大家來聽一下 對 然後我自己對報名也 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定一堆 其實也想要解 很好 今天還不少 才收集中的朋友 好 然後我其實今天 今天在讀書的時候 我剛好被他拉過來 是被拉過來的 所以其實本來就沒有 打算想要聽這個 對不對 知道我這個活動 OK 所以我想說 我就過來聽聽看這個活動 對不對 你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進大學的大師 然後我叫雅卓 然後跟人家有同名 對不對 就是 這次太陽的話 我 能學上我們法律服務社 之前就是有辦一個 三十六小時大概兩百公里 路跑到立法院的活動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記得 那我是這場活動的 那個新聞顏路人 那關於我這個新聞顏路人的身份 我覺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件你們可能都知道的事情 那段時間就是 我們不想說媒體記者報道不公啊 什麼的 那我們可能都是遠遠看了電視 可是那一天 我們第一天晚上出發的時候 因為有開記者會 然後當天就有一個報社 反正我講的是實話嘛 反正我可以公布它 是哪一天報 這是中國時報 他是等下來跟我講說 嗯 同學不好的意思 我可能要去裡面 你道個歉 我今天的新聞 我會盡量的處理 可是明天出來變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先跟你說 很抱歉啊 你也不要來 來找我什麼 然後到下我心裡我就 我來不及生氣 我是覺得難過 我覺得你今天你作為一個記者 你有沒有你自己作為記者的尊嚴 你有沒有好好的接種你的專業 對啊 然後就 那天晚上整個心裡就很差 然後包括後來 他聯合報 他就是打電話來 那已經12點 因為晚上12點很晚 然後他就硬要命一些事情 那因為其實 我們來講活動裡面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同學的 他的立場是 其實他是支持福報 然後可是他反對那一天 行政院外面那種 就是暴力式的青少 所以他有加入我的行動 所以我作為一個事 我聯絡的人 我現在回家記者的時候 我覺得我必須要顧慮到 他的立場 而這聯合報的記者 他就 一定要就是要把我們通通做到成 我們就是 我們是支持他們 霸佔立法院 用這樣子的字眼來形容我們 然後我就覺得 這跟我當初講的話都不一樣 然後就 就 這就是 大概就是 我在這場 就是我們活動裡面 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然後在高原太陽化的話 我覺得最近其實 並沒有真正的就是 這怎麼講 就是並沒有笑聲無實啦 因為其實像 年底是 129號 不是要選市議員嗎 那 就我知道的 就目前就是太陽化出身的 有五個人要投入下去的市議員 那我自己本身是高雄人 然後有四位 那我就這個暑假有跟著 他們出去掃街拍票 那 因為會比較太陽化的民眾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說 有一些的高雄的民眾 他的看法是 他的看法是就是 他覺得他反正不貌 可是他並不支持 那一天那一天就真的行動 那我就 我就去反問說 那你認為比較好的方法是 為什麼我也很想知道 可是沒有人打得出來 對 那我就覺得說 今天也是想要來這個活動 聽聽看大家對 當初三一大這些事情的看法 好 大家就是這樣 好 那個我們外面 那個同學我們把門 開一下 外面還有人要進來的樣子 然後這裡面可以在 往裡面 如果外面沒有位置 可以往裡面走 好不好 我們裡面還有位置 往裡面 這邊也還有位置 不要站在門口 來 還有誰還沒講的 都自我介紹過 這邊 這邊 這邊好像 我記得好像 有些人是沒有自我介紹過 對 你有自我介紹過 沒有嗎 好 這裡也沒有 嘿 大家好 我叫我貝董 我是在318那天 就是 早上看到老丹的動態 對 我覺得 就我沒有關注這件事情 但我看老丹的動態 我覺得 這很嚴重 這沒有擋下來 真的不行 這很嚴重 對 然後那天 我中午到台北 我也是跟大家進坐這樣 可是我 當時一點 就是覺得很風平浪靜 什麼事情都 應該是不會發生這樣 所以我還是 再晚 回來上班 這樣 回來 隔天上班 對 然後 所以就 沒有跟著大家一起衝進一場 所以 來這邊就是 想 聽聽當時 在裡面那種 應該說 感受一下 在裡面那種狀況 對對對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遮我 對 大家好 我是台 秋 我是北斗女朋友 這個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他那天早上 小故事是 小故事我要說 他那天早上 三一八之後再一起 不是不是 不是 沒有 三一八之前 發生前的小故事 他就是說 他看到那個 勞蛋的狀態 然後 隔天就瞞著我 偷偷去的台北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還看到他的船 在說 為什麼要講sorry 然後我就想 那應該是去台北 然後我就去上課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保錢 這很好啊 就趕快去啊 這樣子 以上 謝謝 還好這種sorry 不是另外一種那個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劉耀邦 我是台中人 啊 那個就是 我今天會想來聽 是因為 我在三一八那個時候 我正在港東文 所以來不及 上去參與 所以今天想來聽 看 就是大家那時候 所見所聞 跟 一些想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公開法律 謝怡文 然後 我就是那種很典型的 在三一八之前 半夢半行間 生活的人 然後三一八 終於 就是驚喜夢中人 然後 我覺得 因為我三一八的時候 我今天才會來這裡 然後 我今天其實是 要拿海報 他不來那個 好爸這裡貼的 然後 所以我就順便宣傳一下 就是 明天晚上 七點到九點站 默契咖啡 有一場關於 台中管線介紹的講座 然後 21號也是實地 帶你們去看管線 然後 十月四號在好辦這裡 有個台中青年議會的活動 然後 等一下會後可以 來找我報名 好 你要不要站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會後可以找他報名 青年議會 好 還有誰沒介紹到的 這邊 這邊 有了 後面 來 這邊 大家好 我是阿神 因為會不定期來折舞 所以今天就過來了 大家好 我是立揚 這是阿伯的老婆 然後 之前也來過折舞 大概兩三次了 然後 今天剛好有空 也帶你們一人過來 好 還有人嗎 沒有齁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 就要正式準備開始 我們的 這個 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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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